这家工厂坐落在金边城外一处经济区 工人们生产用来储存和运输汽车零部件的金属柱形 这种不锈钢篮子是为日本设计的 这是一条更大的亚洲供应链的一部分 这种需要更高技能 会有更高薪水的先进制造业 正是柬埔寨政府所要吸引的 柬埔寨试图减少对服装业的依赖 柬埔寨与本地区其他国家的联系 日益紧密 基础设施不断改善 这吸引来了几家汽车零部件和电器制造商 到柬埔寨设厂 比如日光金属 厂长佐藤嘉信说 中国等亚洲传统制造中心的劳动成本 不断上升 日本制造商正在另辟蹊径 如果我们重点在亚洲 那么泰国的成本也有点太高了 在几十年内战后 柬埔寨服务业强劲增长 农业和旅游业也蓬勃发展 这是柬埔寨成为本地区 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政府高级顾问梅卡言说 如果柬埔寨想保持这种经济增长势头 制造业必须多样化 转入更先进的生产制造 如今我们处在必须更上一层楼的阶段 这将依靠服装业 农业 旅游业 但这还不够 我们必须更上层楼 但是产业升级需要十日 亚洲开发银行去年对制造商进行的一次调查发现 腐败 低技能和高价而不稳定的电力供应仍然束缚着企业 虽然邻国泰国和越南的制造业更成熟并带来竞争 不过陈绍宝等经济学者乐观地认为 柬埔寨可以在地区供应链中发挥重要作用 大型制造商的产业方式是群居方式 所以他们的零部件有些可能在泰国生产 有些可能在柬埔寨生产 也有些可能在越南生产 他们知道如何开设分厂 以获取地点和条件上的最大优势 虽然数字可观 但柬埔寨仍然是亚洲最穷的国家之一 如果柬埔寨希望有朝一日成为亚洲主要制造业中心 决策人员必须减少官僚环节 并建设稳定的监管环境 美国之音德卡特雷特 金编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是有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